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的路就是要重新擦亮 綠色執政 品質保證這塊招牌 而且我們就從年底的縣市長選舉開始好不好 台灣的人民都會記得 是我們之前的台北市 讓捷運動起來 讓護鎮機關變得親民 是我們之前的宜蘭縣 讓洞山河充滿了生命力 讓童丸節變成了文化觀光的模範 我們之前的台北灣 巴黎作案 漁人碼頭的提升 都是我們提升都市景觀的典範 我們之前的高雄區 讓愛河的重生成為河川 整治的另一個典範 當年這塊綠色執政的招牌 就是地方執政的典範 執政品質的象徵 想到綠色執政就想到民進黨 想到我們對這塊土地的愛 跟付出 這是我們曾經創造的奇蹟 現在也一棒接一棒的傳承 雲林縣蘇縣長的農業首都 嘉義縣陳縣長的觀光大縣 台南市許市長的健康城市 台南縣蘇縣長的經濟躍升 高雄市城市長令人感動的試運 還有我們屏東縣 朝縣長的幸福屏東 對照在國民黨執政之下 停死的貓欄 狀況擺出的炸弧線 還有失敗的蘭宇傑 跳票的古根漢 跟荒謬的馬家莊 民進黨執政的七個縣市 可以說各個光芒耀元對不對 所以儘管我們失去了中央的政權 但是南民進黨可以再從地方再出發 向選民再一次的證明 綠色執政真的是品質保證 只要插亮這塊招牌 民心一定會回到我們這一邊 大家說祝賀不祝賀 當然選舉只是一種手段 贏的選舉不是我們的終極目標 我們要爭取勝利 是為了創造一個更好的國家 為了一個更好的國家願景 去實現我們每一個人心中的台灣夢 什麼是台灣夢 台灣夢就是進步的生活 可以讓人民的所得提高 安心的養育下一代 每一個人 無論學歷的高低 都可以在家鄉找到工作 只要勤奮工作 就可以買得起房子 所居住的社區 有乾淨的空氣和水 和有優質的學校跟綠地 有良好的治安 對老弱婦孺有充分的照顧 有永續發展的產業 也有歷史文化的內蘭 而且能夠以大自然和平相處 台灣夢也是一個公平的台灣 我們不會先破壞土地 再去災後重建 我們不會先剝削勞工 再去補償 我們不會犧牲鄉村的發展 去成就租會的繁榮 我們不會剝削窮人 與中產階級的福祉 去造福資本家的福利 更不會用貧富差距的擴大 來換取經濟的發展 台灣夢是一個嶄新的國家的藍土 但是這個夢還沒有實現 而且馬政府上台之後 這個夢已經是離我們越來越遠 因此民進黨必須要向人民承諾 只要我們再執政 我們一定整合經濟 教育 福利 勞工 環境 能源政策 所有的政策都朝向一個目標 就是讓每一個人的台灣夢能夠實現 我們相信只有這樣 台灣人民才能結為一體 為維護台灣而奮鬥 我們也相信只有這樣 所有的人才會從心裡 真正的愛台灣 而不是只是為了意識形態 幾年來我們台灣人是很辛苦也很委屈 我們則無旁貸要跟人民站在一起 為了實踐我們的台灣夢而戰 各位同志 民進黨曾經改變過台灣 第一階段的民主化 穩定的經濟發展 完善的福利體系 地方執政風貌的改變 台灣亦是成為社會的主流 這些成就已經成為台灣歷史的一部分 也是人民對民進黨信心的來源 我們只要牢牢的記住 清廉 情政 愛相處 永遠是我們基本的信念 人民就不會讓我們 孤單 我們曾經成功 是因為我們把這個信念放在心中 一旦忘記這個信念 我們就會失敗 我們堅持信念 找回自信 拿出正確的國家藍圖 贏回人民的信賴 這樣好不好 2009年 讓我們對人民屬下屬